來 靜宜 來 靜宜聽到我聲音嗎 靜宜 妳的不是五支枕頭 靜宜 靜宜 妳的是四支枕頭還是五支枕頭 妳的 四支啊 一二三四 妳知道 這次 鹽光橫抓的是四支 靜宜妳知道嗎 她禮拜也跟妳一樣在嚇雞頭 是 她拿了一個四支 來 靜宜我想請教 昨天鹽光橫火力全開 炮轟這個一言堂的政論節目 監督立委候選人的品特操守 包括告知選民的真相 是媒體作為第四權印記的天職 那鹽光橫包括家族種種 其實都歷見在許多法院的判決書裡頭 媒體的報導 包括二選區的選民這些告訴 新台灣加油我們也一再要求 鹽清彪跟鹽光橫做相關的指控 應該提出說明 可是沒有正面的回應 還以律師函 我也收到律師函 鄭鴻宜大哥好像昨天也收到了 各種方式去阻撓或干擾 甚至干擾來賓上節目來做評論 因為很多人真的被下風口令 這樣的一個發展 而且他昨天是指控NCC 以記者會他的默序有指控 施壓核議制的NCC委員 是莊榮作啞 來靜宜你怎麼看這樣的發展 我想其實昨天他這樣子的動作 我們還是回到為什麼大家會關心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今天全台灣只有台中市第二選區正在補選 我相信媒體不會花這麼多時間 在我們這個地方檢視一個候選人或檢視兩個候選人 這也是必須講說過去的二十年在地方的選舉裡面 其實地方很多候選人或者是地方很多的政治人物 其實是沒有機會被檢驗過的 而地方的選民有沒有聽過這些說法呢 有地方的選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他的一些事情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被檢視 或者是沒有機會拿出更多的資料讓大家看見 比方說105號碼頭這麼重大的事件 如果不是因為台中市第二選區的補選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去串聯出原來105號碼頭 他的質詢跟後來他們家的標案是有關係的 那這些資料難道不重要嗎 難道這些資料對於國家對於民眾不重要嗎 我想這是為什麼這一次大家會有這麼多的討論 是因為他真的是影響很大 那如果說他對於這些資料可以很清楚的說清楚講明白 我相信今天爭論節目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可是問題是說像這一次的817D號上面的違建 他打了六個洞打了這麼久 如果六個洞打完了他就拆完了 我相信大家也沒什麼好討論的了 可是他放了六個洞在那裡 大家就只好每天討論他不是嗎 那如果不想要讓人家再討論他如果覺得不對 他就說清楚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他如果說不清楚 那大家又拿出這麼多的證據來看的時候 他不能怪人家爭論節目要討論這些事情 因為爭論節目的收視率來自於民眾嘛 民眾想要看民眾想要知道 那他不能怪人家爭論節目要討論這些事情 因為他證明了這是全台灣的民眾都關心的事情不是嗎 是 那我想請教 靖怡你的競選總幹事陳柏偉 他說草莓裝硬也不會變成火龍果 他說顏寬恆你再怎麼樣把草莓裝硬也不會變成火龍果 再騙也騙不久了 甚至他還特別提到什麼 他說民主的基礎裡頭 比如說顏寬恆說他霸凌 可是呢過去在這段時間裡呢 青冬瓜出於藍太陽更勝於藍 因為宣傳者直接大家不要看電視 可是目前為止顏寬恆 那面對這些過去的一些質疑 比如說在這個公寶地 公寶地之間的佔據的問題 比如說105號碼頭 比如說在電子遊戶場等等 這裡頭都做回應了嗎 這個叫做是面對嗎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你的競權總幹事 他認為質詢的過去質疑的部分 沒有一件事情可以答得清楚 你去質詢的碼頭跟公投 結果有沒有利益關係 躲躲藏藏不回答 這個叫做正義嗎 陳柏惟甚至提到說 你關心的侵權綱都剛好有你家的人在裡面 你就是一句不是負責人就撇開 這個叫做回應嗎 公寶地去見違建改成招待所 市價賺台中人一億 你就假動作敲六個洞 這個叫做面對嗎 包括土地上的電子遊戶場 有這個服務處的主任 掛名老闆就假裝不認識 這個叫做誠實嗎 來這些爭議 近年你怎麼看呢 來臨時 市長之前博威委員被罷免的時候 也是全臺都在檢視他的過去 甚至國民黨這邊連他年輕的時候打電動都拿出來 作為罷免他的理由 那更不要講說被罷免的時候什麼萊豬進校園 這種根本是假議題的東西 都拿來公開的在地方掛刊棒 掛刊板用宣傳車來宣傳而罷免他 那現在我們的在現在的政論節目裡面大家所談的不論是清泉鋼的案子公保地的案子 105號碼頭的案子都是清清楚楚有紀錄有資料的案子 那這種狀況之下大家是基於事實在做討論 很清楚嘛 他罷免的時候國民黨用謊言用錯假訊息來罷免別人 現在媒體用已經看到明顯數字上有的明顯在文字資料上有的東西來討論 這兩方我相信選民都會很有感覺 其實地方上都有在講說 他們在罷免陳柏惟委委員的時候的相同的狀況 大家都還沒有用到那種狀況來檢視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想要讓人家討論你就把資料講清楚 你就撇清 比方說你八一七號你怎麼樣就直接捐出來 或者是我覺得大家也要特別關注的事情是 清泉鋼那一塊案子 想想看如果他接下來拿到了立委的權力 清泉鋼的案子會怎麼走 這是我覺得我們站在國家立場跟國家資源的想法裡面 媒體當然必須要監督 因為當你手頭上擁有取得國家土地 或者是取得國家建案的權利的時候 你會不會迴避他 還是你沒有迴避 你甚至幫忙去做做所謂的質詢 當然大家之前也講過 105號碼頭 嚴前委員他的質詢次數並不多 質詢的品質大家也都有公論 那為什麼針對105號碼頭 他可以有這樣子的質詢 到底是他出於關心還是出於民意 那出於民意的時候 這個民意跟他們有沒有關係 這就是所有媒體到現在 還有民眾想要了解跟討論的部分 不是嗎 是 謝謝林醫師 來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希望同樣的篇幅可以連線給顏寬恆 謝謝謝謝謝謝